地上一隻隻虎頭蜂屍體 遍地蜂窩碎片 觸目驚心 看起來發生了攻擊虎頭蜂的 激烈搏鬥情形 這裡可不是一般戶外地 而是住家陽台 城群虎頭蜂屍體 不是這次處理過的殘骸 西美市萬里區 一名75歲蘇姓老翁 日前在住家三樓頂樓 摘除如抖力大的虎頭蜂巢 重量達5.7公斤 10日晚上竟再次發現虎頭蜂竹巢 要摘除蜂窩卻與叮咬意外 嚇著妻子 胡主前幾天發現蜂窩 連續噴灑沙蟲劑後 第一波蜂巢有順利拆除 想不到虎頭蜂竟然又來竹巢 苏心胡主趁蜂巢還只是一小顆石 想要破壞蜂窩 這次卻發生意外 遭虎頭蜂攻擊上嘴唇昏道 胡主妻子連忙向消防隊求救 而消防人員貨報到場 蘇姓老翁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由金山九一送金山台大醫院 我們人員協助住戶將蜂窩採除 蘇姓蘇姓老翁送醫後回復生命跡象 民眾如果在自家看到蜂窩 一定要請專業人員來處理 避免釀塵嚴重意外 記者朱丁榮李廷熙基隆採訪報導